父皇文廷奏報 竟然如我 持肥心宅 上時太子好可憐 最好和紅帝80三星點 還被許開無視 上時的黃太子 AKA徐凱他爹 因為胖胖的不受老皇帝喜愛 二弟流經期間 多次見用御用的車馬用機 而且遲遲不肯回風帝 莊大臣紛紛上奏要求彈劾 父皇文廷奏報 竟然如我 持肥心宅 我知道父皇疼愛二弟 可我也是他的至親啊 難道就因為 分肥肥 你 不出去長個氣 陛下讓你閉門思過 你這要去哪兒啊 太子因為太胖了 還被他老爸規定 三個月內要減肥成功 陛下早有顏值 要您在三月內驚喜奇社 這要是讓太子妃知曉 您留下盡善 奴婢可吃醉不起啊 父親心裡自然明白 還需要您提醒嗎 哼 用我嘴 偶爾破個小力 也無傷打壓 已經定不會怪的 只不過 那是黃爺爺知曉了 好在草舍裡的消息 也傳不到前清宮 這句話只會殺心殿的太子 只要他而去看命 值得了 殿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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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不得啊 攻守 我有幾句話要轉成父皇 二十多年了 父皇 率軍北征 我四次見過 總細無小故 不敢輕忽 父皇居然傾心 遇事對我的構陷 這 真是不可理喻啊 我知道父皇 疼愛二弟 想立他為太子 我可以忍 但是今天這話 他必須要說 你先扶我下來 真好吃 則臣為之 上行之 則民從之 這非常不對 扶我上去 我來了 父親要我什麼遺言 我一定 如實轉達給黃爺爺 你都堅守了 還過來氣我 我不過是遵循父親的訓事做事 哪有故意氣你啊 一 二 二 三 馬上 被犯罪 不用 野子胖孔 噓 我 我 被犯罪 你 是 被犯罪 我